只剩现在 念慈曾经饱受忧郁症之苦 却因为转念当志工 而让心门打开 念你就表示 他有把你放到心上 六个月大就罹患小儿麻痹的他 竟然成为身心障碍 射击射箭的金牌选手 我就想到说 我也没有那么差 念慈和弟弟国超的关系融洽 和妹妹念荣 却常因琐事而起矛盾 我姐觉得是吵架 我觉得只是交换意见 他每次讲得那么冷静 那么平静 我就很深情 念慈从小就认为 爸爸偏心念荣 但是爸爸临终时 最放心不下的 其实是念慈 我爸爸就讲说 那姐姐你要好好照顾 而今天的神秘嘉宾 竟然打扮成贵妇 我可以帮你们拍吗 究竟是哪位神秘嘉宾 乱入这个家庭呢 中午晚上九点 忧郁姐变神枪手 就在公视频道 谁来晚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医生